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至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 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种尿剂 好了 今次介绍一种叫做 醋酸 CTS vinegar 醋酸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 是一个家庭常用的调味品 在过去历史上和我们的疗法 是会用这个疗剂 CTS acid 醋酸 是处理那些麻醉药后的出现的后遗程 例如有些人做了麻醉之后 出现整个人就是 吐了 炖了 炖了 有记忆出现问题 或者长期疲累 这都是因为做了麻醉药之后的合遗程 在铜河疗法 我会采取有几种疗剂 其中一个常用就是酺 酶 另外一个是哥罗芳 可能如果一个疗剂 麻醉当时用哥罗芳 哥罗芳的铜河疗剂 也可以解采 哥罗芳麻醉出现的问题 另外一种叫做 Nitrous Oxide 就是一氧化二氮气 Nitrous Oxide 最后就是今天介绍的草酸 这四种在铜河疗法 都可以用在麻醉后的合遗程 好了 我亦都可以用醋 加上滚水 来抹身 就是当一些人有些烧 有汗或者没有汗 就是有些烧 他就想帮它降温 那些人都会用些醋 用一些简单的白醋 混合滚水 来抹身 亦都我们可以用醋 用几滴醋 可能5滴醋 半杯水 4盎司水 来饮用 通常这些醋 有些人就用来帮助 加强消化力 亦都很好的 对付所谓 贫血这方面 应用醋酸疗剂的人 在人体质上 比较适合小孩 和年纪大的人 通常这些人 都是瘦弱 肌肉是松软 青白 瘦和贫血 这种体型的人 另外一个应用的地方 就是要用一些周边性的水肿 因为蛋白质的流失过多 例如尿里面 有很多蛋白质流失 加上贫血 而且出现整个身体 有很多水肿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醋酸 是很简单的疗剂 亦都可以是一个 用那个 醋本身的醋酸 都可以 可以帮助 处理身体上 不同的疗法 OK 简单的疗剂 就是 Acetic Acid 醋酸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銅鑼湾、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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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